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面一转 女主人发现了窝里脚印 她赶忙想要报警 结果这个带女性司法的Tony出现了 就这样在尖尿中女主人被杀掉了 然而画面又一转 这个女主人深重塑造居然还没死 她挣扎着爬起来开始做事前的准备工作 比如破坏家具什么的 然而10分钟过去了 眼看没有什么可破坏的了 导演终于受不了喊了卡 原来这里是一个电影拍摄的现场 这里除了三个美国人之外其他都是俄罗斯人 这三个人分别是我们的女主亚妮比利 雅妮的姐姐安迪 安迪的丈夫也就是电影导演酱油哥 一家人千里天天要来俄罗斯拍电影 怕不是要拍极光之恋吧 就在酱油哥准备拍最后一个镜头时 突然灯灭了 恐怖的气氛还没来及蔓延 酱油哥就被告知了 已经6点了 大家需要准时下班 没办法 三个人直到走出摄影棚准备回家 这次雅妮比利突然想到 还有个道具没有拿 姐夫酱油哥也很讲义气 说你去拿吧 反正我们也不等你 就这样比利独自返回摄影棚 结果看门大爷也下班了 把他锁在了里面 比利就打电话给姐夫求助 结果姐夫拿起电话一听 哎呀怎么没有声音呢 就说哎呀你是哑巴吗 比利想反正闲着也闲着 就开始在电影棚里逛了起来 这次他突然听到奇怪的声音传来 比利走近一看 居然有人在加班 拍A片 比利没头去之后觉得 这八卦是会分歧还有王法吗 竟然几种偷偷加班 可是为了看清这些吸血鬼一样的资本家 比利悄然走近 在违法的边缘观看起来 没想到话分突变 这个男友偷然拿出一把刀 把这个女人活活捅死了 比利看到这一幕 赶紧想走心想 原来加班真的会找死 结果A表已经碰到了一架 东西都闪落了一顶 虽然比利非常小心 但还是引起了瞩目Kevin的注意 不过好在比利走位灵活 躲过了Kevin的罪感 这时比利看到了紧急逃生出口 Kevin兜圈子 结果男友也来围堵 没办法比利只好跳进了电梯通道 赶紧的男友而用膀胱根本看不到他 最终在挣扎了一会后 比利还是被发现 在Kevin的追赶中 他曾经打开了安全出口 但是却被Kevin猛烈的一撞 跌下楼梯摔在了胶片盒里 眼看比利就要被抓到 他的姐姐安迪因为担心妹妹的安全 所以及时赶到了 安迪就来了警察 而比利说了木头杀人的事 那Kevin就简直说那是野戏 警察之后抱着了点胶带 怎么带回警局检查 随后还随便检查一下现场 也没有发现什么端倪 人家在警察走后 看本大爷突然看到 公路里居然有个人类的头颅 这时男友赶来 一刀下去就切在了牛排上 画面来到导演酱油哥一甲 刚才那道真是和谐又有象征意义 比利依旧坚持说 看到的是支持了杀人场景 但是大家都不太相信 迟迟在摄影棚里 男友已经杀掉了看本大爷 而当地的黑帮大佬 也开始是和缓缓停下 原来这些人拍摄真人凶杀视频 全部都是卖给这个黑帮大佬 而大佬警告他们 不干掉所有的目击证人 就不会给钱 画面一转在警局里 探讨与警察们正准备观看影片 然而大屏幕里并不是涉嫌凶杀内容 而是骗到女主人的死亡内心戏 另一边由于大佬的威胁 男友赶来准备杀了比利 比利赶忙跑进卫生间 我还没洗头没化妆 怎么可能见外人呢 然而男友比较心急 一拳打破了房门 比利把超齐无辜的唐老牙 将男友暂时击退 不过透过分析 比利看到 男友正准备加速冲击 比利非常聪明 他看准时机打开了大门 这倒着男友一头撞在了墙上 接着比利拿起随风机 丢进了浴缸里 男友就这样被活活垫死了 但是没想到 凯文还在门口守着 就在他准备干到比利时 探讨急速赶到打运了凯文 换衣服的比利也觉得 哎呀这灯光照的 怎么看什么都是又大又远 另一边酱油各与Andy 再次来到比利的住处 结果被醒来的凯文追杀 他们俩逃进了厕所 然后就拿拿一个椅子堵门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凯文一看爱情侣吵架 说不定帮自己干掉一个 就在客厅里悠闲地抽起了烟 结果大人的手下 赶上一枪打死了这个诞生狗 而Andy一个福利抽薪 就让手下一极打死了手下二 楼下的老头牛逼病 怂逼司机跳楼上这么吵 就上来准备闹事 一进门看到了这样的夫妻俩 立刻说打噜打噜了 你们打了要不要点个外卖吃 画面一转在车上 探长告诉比利 射行片只是个幌子 其实大乐有个罪证在女友手里 之所以杀了他 也是想要那个罪证 比利自己想 好像当逃跑的时候 一个东西掉进了柜子下面 他刚准备写下位置 对方机里大乐的手下说话了 比利觉得探长是个坏人 探长解释说 这里是个警察 一直在黑帮当卧底 目的是无论的罪证 然而比利并不相信 直到探长再次保护了比利 他才选择相信了他 他们来到摄影棚拿到了池袋 但大佬的手下赶到 探长假装了比利 就手以外打用了手下 然而等比利跑出大门去发现 这里已经被包围了 在黑帮大佬的命令下 探长只好逃出手 想把比利给打死了 大佬看到后 心满意足地走 而比利居然醒了过来 原来他身上装了电影道具 刚才的假使是他与探长演了一场戏 但是探长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大佬都不下来拿自己的罪证呢 恐惧刚刚闷眼 一声枪响突然传来 原来是酱油哥一表现 按下来的道具开关 唉 导演我给你跪了 影片最后 探长加那两个罪犯准备回警局 但是比利一看 诶 诶 诶 这他妈不是特朗普吗 酱油哥与比利赶忙大叫 ZAD 下来探长赶忙跑下车 这时车发生了爆炸 探长最终逃出了身天 而世界又恢复了和平 影片就这样结束了 这部电影我真的以为是一部恐怖片 谁知道看了之后发现是喜剧片 全片比较精彩的部分 是比利与凯文在密室里多圈子 拍的还是非常巧妙的 当然看了这部电影 还告诉我们几个道理 第一个就是在洗澡时 千万不要用电器 毕竟安全第一 第二个是没事不要加班 你说欢迎表情看到了 不肯描述的事 那我是该精进的看呢 还是拿手机拍下来呢 唉 太难抉择了 好的 本地视频就这样 千万不要用点赞 投资特别收藏鼓励三连哟 当然也可以去我的微博和微信老邪 收电影看看 随心动态都在哪里了 我是真心老邪 我们下一期再见